大批警力衝進竹林 將嫌犯壓制在地 面對員警強力執法 男子雙手後背痛得不斷哀嚎 但苦肉劑似乎不管用 下一秒立刻被警方上考 大批警力進入深山 就是為了將男子逮捕歸案 警方查出這名張系男子 因為妨害性自主及重傷害等罪 遭到桃園地檢及屏東地院通緝 為了躲避警方查氣 平時就藏身在南投縣信義鄉 以打零工為生 警方掌握線報之後 開始在山區部縣全力追起 警方深入山谷抓人 可不只是因為男子 過取通緝身份 在逃亡期間 張嫌又在當地交了女友 但一個多月前 卻將對方打到重傷死亡 儘管當時張嫌矢口否認 隨後便失去蹤影 也讓逃亡五年的通緝犯身份 意外曝光 逃亡五年卻再度犯漏了線 張系男子遭逮後 甚至一度高喊不可置信 佩服警方能在深山中 將他逮捕歸案 五年來該付的刑責 隨著雙手上靠 將再也無法僥倖躲過 這次有吳坑宇 孟國華油濤 南投報導